青楼有名的风月场所,历朝历代备受文人默课和权贵阶层欢迎,可以说,青楼能够在古代长期且稳定地延续下去,背后少不了他们的支持,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客人,同样也考虑到青楼服务的特殊性,青楼在长久的发展过程诞生出许多行话,以此来更好地维持这个产业。 然而,这些原本神秘的行话,却成为了当代人的口头禅,长挂嘴边有哪些词语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义,他们产生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,说起这些行话,最为人熟知应该还是跳槽这个词语,按现在的意义通俗来讲,就是指自己离开了原有的岗位,换了个新工作。 但跳槽在古代的含义与现在有很大差别,庆仁徐和在清拜类抄中详细地介绍过跳槽,原文就不赘述了。 大概意思是说,古代妓女会在嫖客金银散尽的时候另寻新欢,就像马吃草一样,这一槽吃完了,就去下一槽吃,但后来,跳槽又被用来形容嫖客,换一批又一批的妓女来挑选,虽然有两种解释。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,跳槽的含义都是后者居多,很多明清时期的小说里提到这个词也都是后者的意思,这也侧面反映了古代嫖客和妓女之间的身份不平等,除了跳槽之外,还有一个大众熟知的词语,那就是出局。 出局在当今一般只输了退出比赛,可抽象可具体,根据语境不同可以引申出许多不同的含义,然而在古代,它还有妓女外出陪酒的意思,小说《官场现行记》里就曾描绘过妓女出局的场面,锣鼓喧天,轿子往来如智。 其实就是他们响应号召外出陪客饮酒了,除了饮酒之外,也有专门被达官贵人带到家里的,这样的行为都可以统称为出局,这里还可以引申出另一个行话,条子,就是出局,不只有这一个称谓,有的地方会称其为出条子。 我们都知道,现在的条子指的是警察,而且一般人不会用这个称呼,多数是犯罪分子用,但在青楼,条子是某类人的代称,这里的条子本意也是指纸条一类的东西,特殊的地方在于,它是特指召唤妓女的字条。 到后来,就直接用条子来代指纪女了,有的人会将召唤这种行为称之为叫条子,而姑娘们从青楼里出来前去抚腰,则可以称作出条子,听到这里,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,条子指的是不是一些境遇非常悲惨的姑娘。 其实不全是,条子还指与某个达官贵人非常相熟的姑娘,达官贵人对其非常偏爱,甚至只光顾的,悲不悲惨令说,但能够被称为条子的姑娘一定有其过人之处,要不就是才学出众,要不就是美貌动人,不然的话,这些非富极贵的客人也不会花大价钱将他们养在青楼里了。 知道了这些词语,原来含义和现在含义的不同,那么还有一个问题,这些含义的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呢? 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漫长而且复杂的过程,语文教学时经常说词语的意思要放在语境中去理解。 这个语境其实就是特定的生活场景,我们所有的词语含义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产生的,现实生活产生了变化,词语的含义也一定会产生变化, 从清朝灭亡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,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,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也经受了诸多思想的冲刷, 许许多多不同的理念早已渗透进我们的生活里,构成了我们如今百花齐放的思想文明,就由社会被解构,新的社会茁壮成长,给词语的发展提供了后世的土壤。 因此,这些词语的含义变化就有了现实的基准,另外一个原因,就是金人在对古人生活了解不多的情况下,会凭着自己的理解来重新阐释这个词语,当形成了一定规模后,这个词语就有了新的含义。 当然,这种采是不是胡编乱造的,都有自己的凭据,例如跳槽,槽就是马吃槽的地方,用来代指工作岗位正合适,而且跳槽有主观行为的意味,用跳槽来形容寻找新的工作,不仅生动有据,而且非常形象,就这样,在多种因素的催化下,这些词语慢慢转变为了大众所熟知的意思。 追溯历史,展望未来,历史久远的青楼已经成为过去,由此脱胎而生的行话也脱离了他们原本的意义,在新时代焕发了新光彩,但从这些词句里,我们依旧可以窥探到,青楼女子的悲惨生活,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辈子都被拴在了青楼里,不得解脱,好一点的,找了个磅身,有达官贵人罩着,日子也过得轻快一点,坏一点的,早早就在没日没夜的搓上, 折磨中凋谢了生命,那些能够熟身出去,逃离湖海的,都是少数中的少数,绝大部分人都摆脱不了这种被人视为尘埃。 肆意转让的命运,我们看到的这些轻飘飘的词句,却是无数青楼女子满含血雨泪的一生,如今时代已大不相同,昔日各种极不平等的地位差异也不复存在,如今的我们。 说起跳槽时,再也不是什么嫖客与妓女之间的轮转,而是充满希望的迎接新工作的开始,出局这个词语,也在人们的频繁使用中拥有了生活气息,正如前文所说,词语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, 每个崭新的时代都会赋予词语崭新的意义,让他们能更好的为我们现代社会所用,我们去探寻他们原本的含义,也只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历史。 所以,尽管这些词语原本都是青楼里的行话,我们依旧可以放心大胆用,词语的含义都有如此大的变化。 生活又为什么不能有新的开始呢?青楼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周湘王的时代,当时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任用管仲为国相,注重经济发展的管仲为了进一步充实国库,设立了一处敛财的地方,就是官办窑子。 昌记也自此成为一种行业,当时的官记都是毫无自由和地位的奴隶,这些可怜的女子用血肉之躯换来的钱,供给统治者享用,后来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,司机开始出现,此后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青楼,其中女子有的是罪人家属,有的是奴隶。 也有人是良家妇女被人买卖,被迫堕入封城,当时不少文人默客以及官吏,将踏足烟花之地视作娱乐活动,这样的人对青楼女子的要求也更高,因此在高端的青楼内,女子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能够识文段字,言识作对,一些铭记,例如苏小小,陈圆圆,千金难买一笑,然而能够拥有这般际遇的青楼女子仍是少数, 所有的人在年老色衰时都会失去依靠,下半生漂泊无意,因此这些女子的唯一出路是要么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,要么就是被其他人看中。 买回家当妾,范仲淹就有一名妾出身于青楼,宋朝时期东京梦华路这样记载,在晚上,农庄妓女数百,举于主廊线面上,由此可见当时青楼的繁华,而如此庞大的行业, 也衍生出了不少行内话,只有懂行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,例如吃花台,如果光顾的客人是一位帅气有才华的男性, 但却没有足够的金钱,如果他成为某一女子的熟客,他甚至会悄悄给这位客人塞自己的钱,以换取让他来跟自己多见面的机会, 还有一个词叫打茶尾,指的是大家只是清酒,女子弹弹琴,两人弹弹天,并不做下流的事情,这些词在现代不多见, 但在古代的小说画本里,却常常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,介绍了一些如今并不常见的词语, 我们来聊一聊如今现在人常常用的一些词汇,在青楼中是什么意思呢? 首先一个词就是跳槽,他的意思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,想要换一份工作, 那么为什么是跳槽而不是跳墙,跳侃等词语呢? 这就要谈一谈兽马的含义,兽马这一词指的就是,一些青楼老宝为了培养更多的女子为自己赚钱, 通常会从贫苦人家中选出面貌娇好的女孩,随后教她们跳舞,琴棋书画, 女孩长大后,再将她们迈入青楼或给妇人做妾, 因为这些女子在家境贫寒的时候,往往长得十分瘦小, 所以她们就被称作兽马,那么这和跳槽有什么关系呢? 原来在古代青楼的行画内,跳槽指的是一位客人如果对派来接待的女子不满意, 另觅心欢,这就叫跳槽, 同理,如果一个姑娘厌烦了某位客人,拒绝接待,又选择了新的客人, 这也叫做跳槽,这样的行为就如同一匹马从一个马槽换到了另一个马槽去吃槽, 因此这一做法被称作跳槽,徐科的清败类钞中就记载了跳槽的含义, 此外还有一个词,就是出局,出局在现在常常用作代指被淘汰和失败的结果, 而在当时指的是妓女出外陪酒,如果嫖客看上了某位女子, 两人情投意合,他就会花钱将这位女子接出去, 送到自己家中,或去其他地方饮酒作乐, 在清末民初期间,这竟然被视作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, 著名的情种诗人徐志摩就热衷于请朋友吃花酒,叫女子出局, 开芳也不是一个好词,我们现在理解为生病时医生所开的医药处方, 或是一个数学术语,然而在当时, 清楼里指的是女子想方设法的敲诈客人, 还有一个词叫掉头,现代人听起来并没有什么古怪的感觉, 但在清楼,指的是女子从原来的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去营业,